政治的焦点带大家来聚焦 赵少康之前 吃了王伟忠的一个节目 结果里头 这个王伟忠爆了很多的料 他说谈到这个家中的老同学 他认为侯友宜话不多 不过呢 只要侯友宜稳定下来 说话是有魅力的 而这个人呢 这个王伟忠说 看侯友宜 他会信任的 那因为这个人并不尖巧 而且呢 王伟忠还说 我可以拍胸脯来保证 而且呢 他说当时他也看到了 孩子走 就是火烧车 那个时候很多 这个孩子不是不幸罹难吗 他看到侯友宜有多伤心 他也说警戒 其实也不是很好混啊 所以呢 王伟忠觉得 侯友宜面对政治 这个事情 或是面对民嘴啦 测译的时候 他其实非常谨慎 但是侯友宜 如果碰到是在地基层的里长 要把干锦的时候呢 他又是另外一个态度咯 好 他到底说了什么 先带您来关心 侯友宜啊 我同学 真的 你家中同学啊 他原来怎么样啊 他原来跟现在差不多 真的吗 他没有长高 他话不多 但他就稳定下来之后 他说话是有魅力的 他手好软 他们说手软命好是吧 好福气是吧 你说侯友宜命好吗 其实 也很辛苦 他年轻了 你知道他那个孩子走的时候 他有多伤心 我是说他有潜力 这个人 我看他 我会信任他 侯友宜啊 我同学 真的 你家中同学啊 他原来什么样啊 他原来跟现在差不多 真的吗 他没有长高 高中也很难再长高了 对对 侯友宜差不多 后宜不太讲话 对那后来我们到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还好 大家 没有说很亲密 到了台北 大家一起闯江湖 就一起做事情 我们嘉宜这一帮人 就非常非常的 有个嘉宜帮 对对 你帮帮我 我帮帮你 不管在各方面来讲 那就很熟悉 我们有时候吃饭啊 等等 他话不多 但是他就稳定下来之后 他说话是有魅力的 你听他如何抓这个什么 这个 什么 各种犯 跟陈金行怎么谈判 这个以前这个 万宝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说你只要 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记住 跟我谈哦 版权 我还付哦 你的故事就这样很精彩 讲起来是有美 他有愧靠 他讲话有一套另外的方法 所以他对里长啊 对老百姓啊 他慢慢讲话的时候 他那个温柔 你有没有摸他的手 我们常常摸手啊 在那握手啊 有啊 你们去体会一下 那个谁 侯友宜的手有多软 他手好软 他们说手软命好 好福气 你说侯友宜命好吗 其实 也很辛苦 他年轻了 你知道他那个孩子走的时候 他有多伤心 对 那个火烧车说他多伤心 当然了 然后你知道这个警戒也不是很好混的 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他们自己的人是倾踏 和各方面来讲 然后所以他我觉得他面对政治这个事情 或者是一些名嘴或者是一些侧异 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比较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最好 包括记者访问他比较很谨慎 可他碰到里长跟挂甘琴那时 有感官 带到另外一个态度 我想这跟警察训练有关系 我想我说以后警察警官学校 警察学校应该训练一些沟通的这个课程 你看每一个派出所 分局只要抓到犯人啊什么 他们去或者交通事故 每个分局长他都是这样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逃犯 我们这样 就是他 讲话要非常非常非常谨慎 而且很很严肃对对 但是有另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 他跟要兄弟要套套琴姿啊 有啊那是另外一套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他们从某个角度他蛮会谈判的对不对 跟歹徒也说要谈啊 但是如果说在你说那天这个军乐大戏的时候 在那个场面上面 他明知道不可以密室密室谈判 没有这个道理 你这个摆这个场面给他的时候 那他真的就很难处理 对他也不能够 他真的不愿意密室谈判 很清楚这个道理嘛 就是我我体会了 我个人的体会了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你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想到还有一天会当 这个新北市长 甚至要选总统 我没有想到他会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后友也是有潜力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不要想各位的选票 可是我是觉得他是有这个 我必须我媒体 你现在不做媒体不行 我就做媒体要中立啊 你只是评论 又没有叫你 我是说他 我是说他有潜力 可是这个人 我看他 就是我跟他兄弟讲话 就是当兄弟 我会信任他 这个人我会信任他 我觉得他不敢挑 这个人不坚强 这点我可以 坐着直升机拍胸脯 好 王伟忠拍胸脯 保证侯友仪不坚强 那对比的另外一头 就来看看 这场女记者的吴欣盈 民众党的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 他出席立委赖湘玲的第一场 问证的说明会 那吴欣盈他在接受媒体的 联访的时候 有一位女记者提问说 你担任副手 你有没有跟家人讨论过 但没有想到呢 这个他是情绪有点失控 来这个呢 他用中英台语回呛提问参选 他说直接回呛说 你当记者有问过 爸妈吗 I gonna ask I want to know 好 这个接下来用台语啦 休息被认等 但大家意思就是 大家都几岁的人 你几岁做什么决定 出门做什么决定 每个成年人都要对自己 做的决定要负责任 剥削女权 父权社会 都要问男人 问先生 问父亲 女生 才能做决定吗 好 看下来呢 也是态度蛮硬的 那另外呢 这个外界质疑 他所谓的双重国籍的 一些疑虑 他则说 这是他跟美国政府 之间的事情 认为这多年前的事情了 跟选举 他觉得完全无关 所以呢 没有必要 对外来公开放弃证明 不过来看呢 是媒体人罗旺哲就分析 他认为啊 吴欣盈这样的一个回答 可能他的支持者 会听得很高兴 但跳脱了同温层之后 所凸显出的问题 他认为才是真正的危机 因为他认为很明显 就是吴欣盈面对呢 媒体时 他并没有准备好 甚至呢 民众党幕僚也在状况外 讲了没有办法帮自己来 加分的答案 那其实吴欣盈的叔叔 是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 他则是表态说 自己也是那天早上 看到电子新闻 才知道他 吴欣盈去担任副手的事情 才知道这件事情 好 看起来 这个好 吴欣盈在面对媒体的 这个回答的时候的态度 有媒体人士提出了质疑的 我们先带你来一起还原 这整段的对话过程 谢谢你 就好像爆料说 你就是担任副手的部分 没有跟家族讨论过 成熟的大人的 还要跟家族讨论吗 有跟家族讨论过 要担任副手的意思 那你当记者问你爸妈 对啊 成熟的大人的 那另外就是说 就是 我只是想问 我只是想问 多少人都大家几个人 在出门 做什么决定 每个成年人都要自己 对做自己的事情 做负责任的 白人 所以自己做决定就可以了 当然啊 做自己的主人 那舅舅说 因为原本昨天 你是这样子是在拨训女权吗 因为是说是 父权社会都要问 要问男人 问先生 问父亲 才能做 女生才能做决定吗 也可以跟妈妈讨论 可以跟家人稍微聊一聊 就是有时候 这比较重大的节目的时候 有跟家人讨论过 要担任副手的意思 那你当记者问爸妈 对啊 现在都是我们的客家乡亲 而乡亲姐 带了这些女工们 勇敢向雇主 争取权力 大家知道 有跟家人讨论过 要担任副手的意思 那你当记者问爸妈 对啊 你是这样子 是在拨训女权吗 因为是说是 父权社会都要问 要问男人 问先生 问父亲才能做 女生才能做决定吗 也可以跟爸妈讨论 可以跟家人稍微聊一聊 就是有时候 这比较重大的节目的时候 好你刚看到呢 其实呢 吴欣宁当场是以英文台语 中文 直接三声道 来回应 有些人认为是回应 有些人认为是回呛 大家觉得呢 你怎么看呢 好不过她是直接问记者说 那你当记者 问你爸妈 对此 柯文哲表示 吴欣宁自主意识 比较强 另外呢 吴欣宁遭到质疑 仍然有双重国旗 没有解决 柯文哲说 当立委超过一年 现在才要查 他反而反抢 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失职 吴欣宁本人 他在美国跟英国受过教育 他比较强调这种叫做 自主意识 所以你问他说 你要来参选副总统 有没有问过你家恩的意见 他当然说 在他来讲 这个题目很奇怪 因为就这种 以他的背景 以他的那种文化 他觉得说 我要干什么 还要回去请示 我想这还好 只是他表达他的想法而已 那你怎么看 外交部要查 吴欣宁的问题 这个更好笑 在国籍法里面 要当立法委员 不是要不得有双重国籍 他都已经当超过一年的 现在才在查 中华民国 中央政府完全失职 这奇怪 柯文哲反抢说是中央政府失职 你觉得呢 好这回呢 吴欣宁遭到质疑 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现在还是个谜 因此被要求 你如果真的放弃 你就直接充施 你放弃美国国籍的一个证明 不就结了 一翻两瞪眼 不对此呢 吴欣宁说 这是自己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那中选会 现在跳出来讲话表态了 说各组的候选人 其实在申请登记时 都会缴交授权 查证外国国籍的同意书 目前在中选会 已经依法巡礼 喊请了外交部协助查证 而外交部表示说 会定请驻外馆洽询 驻在国协助查证 如果这个有结果 将会立刻的转之中选会 好不过我们就继续来关心了 其实这一回 大家也都还在追 军月分手擂台 到底有什么内幕 这回赵少康就爆料说 其实他认为 当场这个军月分手擂台内幕 柯文哲蛮羞辱侯友宜的 因为他说当着侯友宜的面说 你选不上 我比你适合多了 反正就是各种看不起侯了 那我们同步也来关心忠实的社论 也在平息赵少康现象的发酵 因为最近赵少康 他要主动提出来 所谓的蓝白破局之后 还要持续推动所谓的内阁制 那因为内阁制式之前 民众党一直在喊的嘛 所以呢 等于说蓝莹也要把这个来推动 而且呢 还是想跟民众党合作组联合政府 而且是由赵少康去主动去提出来 那关于这项提议呢 侯友宜被媒体问及时 他第一时间是没有反对 但是也没有特别的说明 而是后来再由赵少康来转述说 这项提议侯友宜是也同意的 不过呢 董事社论就评论说 这也是总统大选里头 少见是由副手来发动议题的现象 好看起来 这个赵少康的主动发起议题的功力 还是非常的强 那其实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回侯康佩 总统大选登记之后 多份的民调全部都出炉 节节高升啊 这个民调越来越飙 前列委国政量就认为 选举有两个因素 会加分或扣分 一个叫做惊喜 一个叫做惊吓 而国民党呢 在总统大选登记前出现 两个惊喜 surprise 那这两个惊喜 就是让国民党的盘 整个撑起来的一个关键 到底是哪两个惊喜呢 带您一起来分析 选举 选举就是有两个东西会加分或扣分 那一个叫惊喜 对 就是预期之外的 这个有利因素出现了 加分 另外一个叫惊吓 惊吓 惊吓叫做预期之外的不利因素出现 对 那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 因为你要知道最后不分区第一名 韩国瑜也是在最后一个礼拜敲 是 所以等于是最后一个礼拜出现 两个惊喜因素 就是韩国瑜答应 对 韩国瑜答应不分区第一名 然后另外一个副手是赵少康 那这个有点类似怎样的 就是 一个是议题攻防非常厉害的战神 叫赵少康 那另外一个叫做选举造势 就是非常厉害的战神 叫韩国瑜 那突然之间 合合做事 身边多了两个战神啊 所以就整个蓝营的盘就撑起来了 对 这个最明显的就是 在这个宣布之前啊 国民党支持侯友宜的大概 大概不到65啊 这超低的 结果现在变成82 所以简单讲叫做有效的让蓝营归队 82是算是军标还是 也比军标要高一点点 那这两铁药啦 有贴到 这个长期没处理的部分啊 比如说比如说郭董 郭董的韩粉就真的回来了嘛 因为韩国瑜是不分区第一名啊 对不对 那现在 深蓝或知识蓝 再抱怨侯友宜两岸 不敢讲的更明确 那赵浩康就够明确了吧 就演 国民党真的不要想错了 不要把这个想成宋楚瑜跟连战 宋楚瑜跟连战是系出同盟 你不要搞错了 所以宋楚瑜是没有绿的票 他是有中间票 有蓝的票 柯文哲他是绿票比蓝票多 所以你国民党如果去打柯文哲 柯文哲被你打崩了 那个票搞不好跑到赖清德还更多啊 所以最有佑英打柯批的 不是国民党 应该是民进党 是民进党 所以你说绿媒会不会来打柯 柯还是会有新闻 不过都是被打 我认为绿媒会这样打 而且 赖清德的禁总也会这样打 因为赖清德现在也很头痛 因为20到29岁 这些选民 在2020年是投给蔡英文 只是这次没有支持赖清德 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民进党会有更大的诱因 想要把这些票拉回去 而不是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你拉不到这种票 所以选举是非常复杂的 那民众党台中市第一选区的 立委参选人蔡碧如 周日马上要成立晋总大会 那当然在总统的部分 蓝白切了嘛 那小鸡的部分蓝白还能够合吗 之前说的这个要一起来合作帮忙 那还能合作吗 不过看起来在台中的部分是有的 民众党立委参选人蔡碧如就说 他的晋总主委已经就请到市长妈妈卢秀燕 那他就说妈妈市长加上妈妈立委双妈妈 这样的意思双剑合璧 实现的是蓝天加白云 所以海线好幸福 而且在这场大会 其实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会要到场 他强调就是他的这个晋总主委 不过前立委蔡正元就分析了 对于蓝白不和后的一个矛盾以及冲突 赵少康提出邀请白银的人能够入阁 也不失为缓和紧张对立矛盾的一个好奇 还有这个卢秀燕来帮忙 蔡碧如侯康佩在中部就取得了领先 那蔡正元现在就建议蓝银的小鸡们 对新北民众党立委参选人李友宜 也应该要先放下地方性的一个恩怨 甚至赵少康也可以去服血 可以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你觉得赵少康他抛出 让白银可以入阁有用吗 还有用 我倒是觉得如何去让白银的人化解掉 在蓝白不和以后的矛盾跟冲突 那个很多蓝银的 或者是蓝银刚开始的发言人 或者是智库也对蓝白不和以后 对柯文哲请全力的攻击 这个会留下壁垒跟伤痕 那这个壁垒跟伤痕如何在短期内弥补 那么邀请这个白银的人入阁 这不是为一个缓和紧张缓和对立 因为毕竟他不是主要敌人 而且应该说他根本不是敌人 那不是敌人就要当朋友来看待 要把柯武当作朋友来看待 很多地方就不要再制造双方面的矛盾 那有时候当然柯武也会有一些 一些脾气性的话 也就不用太认真去看待 但是好事情就是像卢秀燕默默耕耘 所以你看中部地区 是唯有唯一领先的区块 那为什么领先呢 我认为这个卢秀燕请全力在这个帮忙 蔡壁卢会使中部地区 这个柯文哲的支持者 会总该觉得人家对我们也不错嘛 对不对 那就不用太跟卢秀燕计较 卢秀燕也担论了谁 蔡壁卢的竞选总部主委 那举手不打笑脸人嘛 卢秀燕说你请投给我们国民党一些票 他也会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部地区 很明显的是唯一这个 侯兆沛领先的区域 其他的都没有明显的领先 黄英明跟我讲 他说这个在新北市 有一个民众党的这个立委候选人 叫李友宜 他国民党是没有提名 然后他是跟那个民进党的临时分在选 他说国民党的侯允的这些一些人 拒绝去服选他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反而可能要反向操作 可能要反向操作 所以我想说这些也许有地方性的恩怨 那就可能要赵少康亲自去服选他 那这个巴拿瓜 像卢秀恩一样巴拿瓜 竞选总部主委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那个白营的选票 他如果觉得柯文哲选不上 他要过来这边支持才有一个温情喊话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有用 你去讲什么登广告 什么温情喊话 不如你就说你的人我直接帮你忙 对不对 这个最有效 那怎么会在新北市 这些人想不通 有私人恩怨这个时候有那么重要吗 对不对 你就应该主动去服选他们的人嘛 对不对 那你不是服选他的人在当地选军 你会给全国人看到说 哎呀你看 国民党总在做个弥补了嘛 对不对 你们的人我们是这样照顾您 对不对 那过去的就算了吧 这个战略是对的 你就看卢秀恩这么卖力 不是没道理 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再多一次 感谢观看 大体蜊 触足 患 但是